歡迎收看星期二頻道的台灣新聞 我們繼續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消息的一些在台灣的消息 台灣的一班烏克蘭青年舉行記者會 除了尋求台灣民眾及政府的支持 亦譴責俄羅斯普京 較早前發佈了一個支持烏克蘭的無款平台 希望台灣人可以向烏克蘭提供協助 展現TaiwanCanHealth的精神 這個無款平台的名字是很特別的 用中文寫的 打中文是可以進入的 支持烏克蘭.tw 不過在海外的用戶 就聽一下就算了 因為這個是for台灣人的 一個 無款平台 平台就說明 怎樣去幫 烏克蘭軍隊及政府 以及支持應急物資 醫療物資的 非營利組織 以及獨立的媒體 而同時 如果台灣民眾 捐贈相當於台幣500元以上 亦都會在網站寫回基本資料 可以免費獲得限量版台灣支持烏克蘭的口罩三篇 具體展現TaiwanCanHealth的精神 不說那麼多 看看其他關於 在台灣 有留學生 烏克蘭有台灣的留學生 分享這個 屠蘭的心得 烏克蘭陷入戰爭 烏克蘭那邊總共有12個台灣留學生 台灣教育部 較早前表示其中有3個人 已經在24號回台灣 另外有9個學生 裏面有6個已經搭了切橋巴士 在較早前26號已經平安抵達波蘭 另外有一個在基庫的學生 現在是 撤去安全地區 原本在烏克蘭東部及南部的 各一名留學生仍然留在當地 有一名在 烏克蘭基庫 撤出的台灣留學生 Simon又說 之前已經抵達了波蘭華沙 透過影片 向台灣朋友報平安 原本他跟3個在台灣 已經到了台灣的留學生 一起要去烏克蘭西埔 但他的資料未齊全 要自己回回基庫 怎知 遲了一天 就風雲變色 兩個國家又去打 他們就跟著一群人 坐上台灣駐波蘭 辦事處的車 就走了去波蘭 車窗貼上中華民國的國旗 即是台灣國旗 司機一直告訴 軍方知這輛是台灣駐波蘭辦事處的車 一直都順利放行 Simon在群組上都寫下敢言 現在走路最好是戴國旗 以及不要怕醜地說自己是台灣大使館安排的車 這樣就可以走路了 不過說起國旗 記得戴對地方國旗 如果戴對另一個地方可能有反後果 Simon在這段影片也說到 撤往波蘭的路途 足足有四十幾個小時 沒有較好睡 洗澡也沒有 印象最深刻就是 在烏克蘭邊境 那天 一公里的路程 排隊排了十個小時 有軍人上車 檢查文件 過程又累又 眼昏又肚餓 說不到話 他表示未來要離開 唯一要留下 還未確定 認為波蘭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Simon在2017年 去烏克蘭獨學的空大學 差一年就可以畢業 但想不到 爆發戰爭 除了Simon的遭遇 另外一個媒體 德國之星收到消息 另外有一個 在塔夫裏維爾納 知基大學 攻讀語言專業 的台灣學生 Tim就說 在2月初 的時候 幾乎整個城市 運作非常正常 超市供應是充足的 任何烏克蘭人 當時 都沒有 恐慌 沒有恐慌的感覺 但後來 情勢越來越緊張 所以在 14日 離開基庫 撤離到 東部 俄羅斯邊境 更遠的 尼玉夫 他跟記者說 當時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西部沒有什麼事 但是 都說 就算 不緊張 也有 三分保留 Tim就說 在尼玉夫 看到 兩國的情勢 越來越緊張 加上台灣的家人 十分擔心 他的安全 才決定 離開烏克蘭 他透露 當時台灣護照 已經過了期 一般辦理的時間 因為要等 郵禁 隨時多天 經過台灣駐俄羅斯辦事處的協助 才可以拿到新的護照 離到境 Tim就說 原本要乘24號的土耳其飛機離開 但是這個航班 在伊斯坦布機場 等候轉機等了兩小時 但是後來 反了23號 需要等候轉機 13小時的航班 他就說 在機場等的時候 烏克蘭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交通不便 審查文件更為嚴格 他又很幸運 那時候 選了一架 比較早一點點 離開的 班機 直到 二十四號晚上回到台灣 來到台灣才知道 俄羅斯已經入侵烏克蘭 他又覺得自己很幸運 他說 謝天謝地 遲一天 遲一天 就差很多 遲一天 可能飛機都飛不起 另外一個在烏克蘭 留在烏克蘭五年的黃同學 他就說 如今烏克蘭發生的情況 真的令到他 估不到 覺得自己運氣很好 在高中畢業 去到 烏克蘭留學的阿添 就已經住在基庫已經三年了 看到現在 烏克蘭很多地區 都被俄羅斯轟炸的新聞畫面 感到 這個 感交雜 覺得瞬間太多事情發生了 很複雜的申請 他跟記者說 他說他很多 烏克蘭的朋友 很不捨得 都為他們心痛 這個是非常之不幸的 另一個在烏克蘭 國立科技大學的 陳同學 就說自己運氣好 但是現在 他仍然沒有辦法相信 烏克蘭所發生的一切 他表示 這件事發生非常之突然 好像一場鬧劇 因為基庫這個時候 一切很平常 很風平浪盛 但是 過了一晚 就風雲變色 他就說 所有在基庫的人 都覺得 不會打仗 只是有 少少顧慮 但都想到下一步 就連學校 都有停課的準備 而學校的老師和同學 都已經離開基庫 因應烏克蘭情勢 台灣綠委會 的 副主委 邱瑞正 就在 較早前 舉行 記者會上 指出 已經依照總統的 指示 持續關注 中共 內外情勢 對台的動態 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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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慎評估 情勢的發展 和國安單位 已經 共同合作 繼續 看看 烏克蘭事件 會否影響到 中共對台 有些小動作 這樣 講完 一些關於 烏克蘭 台灣 和烏克蘭的 情況 之後 講一講一個 如果 你是做 外送員的話 就小心 或者你是訂外送的話 就小心 被人偷了你的個人資料 和信控卡 這個紅碼 去訂餐 在台中市有 五個外送員 同一日跑單 即是送外賣的時候 發現不斷 接獲不同消費者 訂同一款奶粉 都是送去同一個 閒置了 吉了的騎樓 他每一張單 只是買一罐奶粉 但是 在這個訂單的備註欄 就留下其他人的手機號碼 懷疑在這個新形態的犯罪手法 就報案了 他們就 報案之後 有一個人出來收這個奶粉 警方上前拘捕了 拿奶粉的姓黃的男人 查出至少有兩名民眾 被人偷了信用卡號碼 去盜冊 盜冊 盜冊信用卡 即是被人偷了 粵語是偷了 去信用卡 不排除在集團式犯罪 依照這個欺責和偽造文書罪 抓了一個收奶粉的姓黃的男人 法院審訊後的限制居住 即是軟禁 指示擴大調查 是發生什麼事呢 台中 台中市 警議分局 上個 即 上個禮拜之前 接獲有一個 外賣員報案 懷疑有 帶逃偷 會員的信用卡 購買奶粉 警方根據他指證的地址 到場 起出28罐各式品牌的奶粉 每罐價值500元 阿Sir在 執了一個 收取 運走奶粉的姓黃的男人 外賣員就說 當日不止一次 把奶粉送到那個位置 每次訂單都是訂一罐奶粉 那晚 去送外賣的時候 發現那個 吉了鋪的騎樓外面 有七罐奶粉未拿 即是有不同的人 不停送奶粉過去 那一下就覺得很可疑 透過外送員的群組問 誰送奶粉 那麼多奶粉 就發現 至少有四個同行 同行 都有接到 這樣的 外送訂單 到那個位置 最可疑的是 他透過外送App平台 即外送軟件的平台 留下的會員電話 跟落單的會員聯繫 但對方就是留下 沒有訂過奶粉 即是他原本的 帳戶是別人的帳戶 就被人偷了去登入 然後就去買一罐奶粉 這個訂單被住留的是另外一個 電話來的 即是跟原本 訂單的帳戶的電話是不一樣的 他聯絡對方 就獲得的回覆就是 把奶粉放在那個位置 騎樓外面 就覺得很可疑才報警 阿薯來問這個 姓黃的阿叔 就說奶粉是自用的 對於 對於人家的信用卡被人偷錄 是並不知情的 不知道被人偷錄 信用卡的會員的資料 怎樣得來 警方盤問完之後 照樣拉回警署 以欺詐偽造文書罪 而送台中地檢署 之後就限制居住 這個警方就說 現在目前懷疑背後有 集團粗行 已經找到兩個 被人偷錄信用卡的民眾 另外就向 外送平台 即是Footpanda 外送平台 Footpanda 公司調閱資料 查有多少人被人偷錄 Footpanda就說 目前 系統 運作正常 已經鎖避 已經copy資料 給警方查案 協助被人偷錄的 消費者報警 說完身份證 說完身份證 就說說一些 其他關於學生的 外籍學生的新聞 最近有很多外籍生 台灣外籍生是不包括香港和澳門人的 香港澳門人叫港澳生 外籍生 外籍生就是東南亞的地方 雖然歐美也叫外籍生 非洲也叫外籍生 不過他們普遍都是 形容一些東南亞的學生 發生什麼事呢 台南警方 在去年 11月30日 接國通報 有個就讀某某科技大學 姓陳的 越南籍 妹妹 在11月24日 下課之後 下落不明 不見了 又沒有上學 又不回學校的宿舍 連同學都 發現他不知所蹤 警方擔心又發生 外籍生重大案件 組成專案小組查個小妹妹 怎料隔一天 就在台北市的南深北路 發現這個 越南籍的女學生 和人從事某某交易 說了黃標 所以有某某交易 其實就是假讀書 真賣端 不好意思 真是會黃標的 賣端 賣開心 調查之後 然後把妹妹送去移民署藍頭收容中心 等後把她扔回 遣返 警方就說 在學校發現外籍女學生失蹤之後 立即向移民署的 專勤部隊 報案協助搜尋 這個妹妹 台南警察局也看了學校附近的閉路電視 發現一個妹妹 在11月24日的晚上10點 自己搭車離開了 這個阿薯就說 發現那個妹妹 穿這個高增鞋 即是妹妹的高增鞋 和日常用品都在宿舍 查出去搭車之後 馬上派人 不想找這個妹妹 就在另一日 12月1日 就在台北市 臨心不露一個大樓裏面的套房找回這個妹妹 臨心不露 大家都知道是甚麼來的 你當是鴨寮街 是甚麼街 上海街 警方之後還查了這個馬夫 有個馬夫 中介馬夫 姓鄭的馬夫 妹妹來的 應該是姨姨來的 她們迅速送到台南地檢署 又將她拉到 醫防害風化罪 勒勒勒勒勒勒勒 又將姓陳的越南妹妹 送到這個 修容中心 之後就 放回越南 在台灣 很多科技大學 都修身不足 所以 亂按在外國修身 收一些東南亞的朋友 我也認識一些 正正 會肯讀書的 真是會 上課專心的 越南朋友 不過 有一些 一小撮人 假奏學 真賣嘟 假奏學 真賣嘟 不過我認識的 都是正常的 我不是說所有的 越南妹妹都是這樣的 所以 大家是 一小撮人 今天的星期二頻道 到這裏 多謝各位 拜拜 記得 追蹤了 星期二頻道 星期二頻道 星期二日報 Facebook Patreon 都要看一看 按個 鐘仔 按鐘仔 即是怎樣 訂閱 不是 賣 OK 我們今天 星期二頻道 到這裏 拜拜